大家好,這邊先跟大家講AUDUS 17 上面怎麼做開張的部分 基本上在安裝完之後這個儀表板只要去設定裡面把它enable起來 那我們可以去有相關的會計的功能 那我們就可以在做日記帳跡象這邊 可以去做一個 開張的一個部分 因為這個我們有把一些demo data裝進來,所以可以看到其他的資訊 那沒關係,這邊先不管他 那我們就基本上你安裝完之後就會看到一個 起初日記帳分錄的資訊 那我們可以把這個會計年度調到 譬如說你是要今年開始去 開始的會計年度的話,你可以把會計年度調到2024年1月1號 這個部分就是在你開帳的時候,我們要去登記你相關的一開始的帳目資訊 好,所以其實你可以看前一年度的資產負債表 他相關的一些資訊 好,那假設我們今天帳戶的銀行這邊有 300萬 然後再來是可能 存貨的部分 我們看一下 好 庫存估值 假設是 50萬 好 然後再來是 未捷收款的部分 應該是 未捷付款的部分 應該是 我看一下喔 未捷 未捷 未捷收款 假設是 10萬 好,OK 那這個部分就是 我們的借房 那看來還要有一個帶方 必須要借 借方帶方平衡 所以這邊可能有一個 應付帳款 假設是50萬 好,然後再來是 資本的部分 資本的部分 資本的部分是 301-10萬 好,OK 那這樣子就可以去 創建你的 起初的日記帳分錄 那我們就可以去做一個 過帳的動作 好,那這就是可以去把你的起初金額去帶入 到你的系統來 好,OK